已经有房了 有车了 对 一套是家里买的 然后一套是自己买的 你是财前父母是不是 我是 他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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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 我还是想靠自己 对 我不太喜欢就是依靠父母 或者是长辈的一些钱 因为我觉得钱挣来都是不容易的 我之前也是做过兼职的一些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家也不算很贫穷 就基本上能吃的什么 我也不差什么 真不差东西 对 穷就是被人看不起 我就这样很直接 他回答的应该就是 以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差别 家人从小就说 人穷字不短嘛 对吧 不管你穷还是富足 至少就自己要对自己 有一个很好的规划 比如说就像有些 可能一瞬间 拿到很多财富富裕的人 但是他们不太会规划 钱花完了 然后自己也没给自己留下什么 一瞬间的快乐 然后就空虚了 这就是精神上的穷 我比较现实 就是我觉得可能 我为上海可能打拼个十年 二十年到三十五四十岁的时候 很难保 就是那个时候如果我 还没有达到一个层次的话 很可能 在上海留的可能性比较小 可能最多就是体验个几年 对 体验一下大城市的感觉 都没有了 这个时候 我让你再给你们 那一年到达到一个人 都无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